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现在澳门 失智症的病人应该有4000个左右 失智症其实是老部退化所引起的疾病 我们知道澳门人口不断地老化 未来来说,失智症的人数一定会越来越高 卫生局和社工局合作成立了 这个失智症的诊疗中心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中心 不论是为了病人、除了医疗之外 我们亦能提供一些社会服务的支援 使得更加好的资料和照顾 根据国际的指引 我们一个地区的失智症工作 是要做到五个组 就是组预防、发现、诊断、治疗和支援人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失智症服务网络 在宣传教育、诊断治疗和社会服务支援 这三个方面都提供全面的一个优化 我们在预防方面 我们在我们的晚性病防治委员会 会成立一个小组 就叫做失智症防治小组 希望通过宣传教育 使澳门全社会更多人去认识这个病 也会关注这个病 正视这个病 除了诊断和治疗之外 我们也会在这个中心 提供一些认知功能的训练 和一些照顾者的教育 所以我们会希望通过这个中心 形成一个科部门的平台 通过这个平台 病人可以在这里获得一个医疗 和一个社会服务的一个整合式的服务 社工局就会提供一些社会服务支援 包括一些日间中心 包括一些家居的照顾和支援服务 亦都会有一部分的软舌 就会有一些专门给失智症病人居住的一些软舌 我们要知道一个失智症病人出现情绪的问题 很多情况都是因为他的记忆力差引起的 所以说其实对于我们的照顾者 我们的社会 对他们多一点的理解 给予他们更多的帮助和支持的话 其实他们的生活是可以过得更加好